而美国总统川普的执政百日大体检 在他上任之后 最有争议的政策就是他禁止穆斯林国民入境 另外他推翻欧巴马政府的健保制度 不过也因此踢到了铁板 还有川普面对媒体的方式 也跟以往的总统大不相同 霸气呛媒体也让他的形象大大被扣分 虽然因此民调支持度创下了历史新低 但他面对北韩和抵抗叙利亚的强势作风 却备受肯定 不过川普也坦承怀念以前自在的生活 坦言当总统真的不容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届满百日前夕 接受路透社专访 细数一百天来的成绩 特别提到很怀念以前的自由自在 我以前是可以去餐厅 我喜欢乘客 我可以乘客 我可以乘客 川普百日论功过 最争议要鼠他明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人民入境 引发轩然大波 最终不了了之 川普上任两个月 意图推翻欧巴马健保 不料遭到国会阻挡 成为他对线选举政见一大挫败 川普还不断跟媒体对抢 让他在国内的形象大大扣分 但外交上川普展现强势作为 则备受肯定 川普同意美军发射59枚战斧飞弹 大动作严惩敘利亚政府用话武屠杀平民 面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一再试射飞弹和挑衅要试爆核弹 制造东北亚紧张 川普也成功说服北京当局统一阵线 对北韩施压 初步达到效果 川普对自己上任白日的政绩沾沾自喜 但外界仍然评价两极 希望接下来他的第二个白日 川普能努力有更多包作与贬的表现 杨正平编译